好的 我方立場就是 等一下會提出三個非常大的幣 我期待對方聽完三個幣之後 跟我講到底有多麼大的力 可以凌駕於我的三個幣害呢 來第一個幣害就是 根據教育部統計 台灣有上百萬個中小學生 每天花六個小時 在滑抖音跟小紅書 資訊站專家沈柏洋說過 這些平台已經被證實是 中國進行認知作戰的工具 人工智慧實驗室更說過 烏二戰爭開打之後 推特上面沒十個帳號 就有一個帳號 已經涉及了認知作戰 美國的CIA還有FBI 這兩個很大的政府部門 在今年的三月份 已經證實了 中國就是想要靠抖音來影響台灣 影響年輕人的意識形態 我想問一下白隊 連美國的政府部門 都已經公開說要禁用抖音了 對方還能堅持說是利大於弊嗎 讓小朋友被洗腦 你們還說是利益嗎 再來第二個 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兒福盟統計 有九成小孩會網路交友 有兩成小孩會跟陌生網友見面 兒少網路交友中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 被陌生人要過私密照片 而且每年台灣 都有數千個兒少的私密影片外流 兒少性侵案件中 每兩個小孩 就有一個是被網友性侵 3C產品就是兒少性侵的溫床 我想問一下白隊 小朋友被性侵 對你來講 是利益嗎 再來第三點 最可怕的是 2013年的時候 網路上流傳一個 針對小孩的 藍金遊戲 這是什麼遊戲呢 藍金遊戲就是要小孩子 在手臂上拿美工刀 刻一個藍色的鯨魚 而且他們會要求這些小孩 刻完之後 拍裸照上傳 甚至會最後要求小孩跳樓自殺 根據PPC報導 因為藍金遊戲自殺的小孩 一年高達200人 最可怕的是 從2013到現在 這個遊戲還依然在網路上流傳 每年都有看這個遊戲 而去跳樓自殺的小孩 而且小孩看的網路影片 可能是衛裝成卡通的奇塊影片 大家都知道吧 這些很紅的 ElsaGate 艾爾沙門 它就是用許多知名的卡通人物 讓他們做出欺騙父母 讓他們做出暴力 戀物癖 色情 甚至是吃人體器官的習慣影片 而且這三個月內 就有17億的高流量 很多小孩看了這些卡通之後 會去模仿這些行為 他們會讓其他小朋友 其他的同學去流血 然後表現得很興奮 甚至是故意自殘 然後讓父母親看 然後跟他們講說 我只是想要學 影片裡的Elsa一樣而已 我想問一下白隊 如果你們的小孩 看網路影片學自殘 甚至跳樓自殺 你們還認為 有可能利大於弊嗎 你們今天對方主張的就是 利大於弊 我今天提出三個弊 小孩被洗腦 小孩被性侵 小孩去學自殺跳樓 我想問一下 你們能提出什麼樣 那麼大的利益 可以比這些弊害還要大呢 謝謝 賀爾龍上去的時候 開那三槍 我心想說 還好我不是他的對手 不然我應該會 使用上身之地 我想說的是 剛剛他說的眼部的傷害 其實不正常的姿勢 過久用眼也會比 3C使用眼部的傷害 哥更多 外面太陽那麼大 藍光會比 對於我們螢幕的藍光還要強 所以我就問 你外面散跑 曼跑 曬點太陽 你會說這是必大於利嗎 還有他講的很多 不可逆轉性的傷害 這個文明病 其實很多專家是指出 其實現在來講 你不應該要只看 使用3C 它造成的影響 更要看這個社會的文化 家庭的背景 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所以剛剛講說 他看了這個影片 然後自殺 究竟是因為家庭 覺得他太無聊 沒有依托 而去看影片使用3C 還是他使用3C之後去自殺 也許是原生家庭 或者是教育等等的問題 造成他這樣做選擇 另外呢 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其實呢 使用3C的益處 在兒童聯盟當中 有超過5成家長都覺得 使用3C可以是優化 他的學習效率 還有手腦協調 更可以改善社交能力 在英國的 Internet Matters就指出了 因為科技可以改善 處理物理性的障礙 所以說呢 它更能夠讓小孩子 改善社交 還有健康的心理 更等於是有興趣 甚至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更是如此 剛才我們前面兩遍講了說 如何用3C增加親子關係嘛 我想說的是 他們所說的B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控制跟改善 小時候我爸用3C控制3C Company 還有Control跟Communication 我弟國中超愛打線上遊戲 我爸呢 8點準時觀望 線上遊戲 抱歉 周末打3小時 我弟傻線上遊戲 我爸也打線上遊戲 兩個人成為隊友 線上玩到線下 更開放的去溝通 能夠去遊山玩水啊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講的3C產品 利大於弊 弊大於力 一直列舉 比較數量 沒有意義 重點其實就是在 心態與價值觀的選擇 當我們覺得 一件東西利大於弊 就代表它的風險是可以掌控 可以接受 像是我們打COVID-19的疫苗 我們知道它有後遺症 我們知道也許它會帶走 有一些人的生命 但我們鼓勵大家這麼做 就代表 這是利大於弊的實際體驗 如果弊大於力 就應該說完全的不用它 是不符合3C現在的社會趨勢 因為九成八的人 在家裡都有3C 兩成的孩子 還擁有自己的3C 如果讓他們都不用 會造成親子的裂痕 甚至在學習上面 也會造成劣勢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3C所承認的壞處 其實我們相信能不能克服 是在於價值跟心態上的一種選擇 我們更相信的是 利大於弊 不是要忽視這個弊 而是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 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 這才是我們發明3C 跟主持者應該有的擔當 還有能力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3C產品很難打心靈雞湯 但是光光很會說心靈雞湯 他很喜歡有別人託夢給他 所以說如果 他這次又夢到了誰的話 那他講得出來 有打到心靈雞湯的話 那可能他就會贏 因為我真的3C的想變的那個頭 都是頭頭是道 但無法雞湯耶 我們聽完了白隊的異陽遁措 那我們先派出黑隊的異陽遷徙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齊玉一直搞錯一件事情 打疫苗不是利大於弊 是因為如果你不打疫苗會確診 這是弊大於利 所以才要大家去打疫苗啊 這是有因果順序的喔 就是你不打疫苗全部會死光光 所以才要去打疫苗 不是說打了疫苗會不會死掉 是你不打疫苗全部都會死掉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限制使用3C 就是因為你們都已經知道了 所有事情必大於利 所以你才會限制管制他的時間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要討論必大於利 還是利大於弊嗎 不是 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小學生 哪些事情可以做主 哪些事情不能做主 因為他們是小孩 沒有辦法決定這麼多的事情 尤其我覺得 剛剛講到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可是其實人形容也都被科技破壞 包括現在每個人使用手機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近的朋友變遠了 遠的朋友變近了 把所有的朋友約出來滑手機 然後你跟美國人的聯絡 你跟面前的人根本不講話 或是一分鐘的reels也好 每一個人的腦內的高潮 不斷地被刺激被刺激被刺激 然後最後人類變得沒有耐性 所有的小朋友變得沒耐性 沒有辦法好好的聽完一則故事 看完一個節目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包含我自己遇到的很長的問題 就是說包含例如說最近很難 偶爾會唱一下小姐不洗底的節目 然後每個路人看到我都跟我說 王嫂文 你在那集好好笑喔 我就說 對啊 那你有看那集 還有揚聲打嗎 他說我只看你剪出來的片段 人類多沒耐性 永遠只看剪出來的片段 沒看到那集旁邊的揚聲打 辛苦辛苦 因為這就是科技帶來的問題 再來我想要說的事情啊 我們明白所有事情都是必大於利 所以我們才會限制小朋友去做這些事情 不然為什麼中華電信要有色情守門員 為什麼乾貴要規定18歲以下的人不能夜唱 為什麼輔導級的電影必須要大人陪同才可以去看呢 因為我們知道了必大於利 所以我們才會限制他讓他去做更好的事情 再來我很同情馬哥 我覺得小孩子到了學校啊 他其實不會很驕傲的跟別人說 我的這首歌是牛津詞典教我的 我反而想要說的是 我學會的這首耳歌 是我媽媽一字一句教我怎麼唱的 這是我覺得3C產品帶來最大的問題 就我們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覺得很得意 反而是爸媽覺得 啊 我的懶惰 我的輕鬆 我謝則了 我覺得每一個睡前故事的時光啊 現在變成了一則一則的Podcast節目 爸媽丟個Podcast就讓你們去睡覺了 或者是一起看新聞的時光 每個小孩可能會舉手問爸爸媽媽說 我怎麼出生的 爸爸媽媽就是說 哎 你Google去找答案 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難道生了一個小孩 只是要多了一個人滑手機嗎 我們應該要成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而不是成為一個看著他滑手機的路人 然後最後我想要分享的一件事情 是我前陣子看到一本書 我覺得不管是家庭啊 親子也好 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活成動詞 而不是3C產品的代名詞 這本書賣得不錯齁 好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我們認知所有事情都是必大於利 我們才會去其中找到解決方案 然後才會限制他 保護他 不然中華電信為什麼要有色情守門員 最後就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成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不要成為看著他滑手機的那個路人 謝謝